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叶妖兽 不知道各位现在收集了多少绿叶呢? 可以预见4月6号前 我是不可能兑换完全部奖励的 也是服了黑局的这波操作 让几乎都是24小时挂网的玩家 还能浓到换不完 魔改却未经测试就放出的活动 优秀的黑局再次为我们完美示范 如何浪费原厂花时间的在地化内容 虽然4月1号起有登陆送120绿叶的活动 不过也是杯水车薪啊 真的自从上次情人节活动开始 活动难度都直接提高 很怕人玩 如果有能完美兑换的朋友 务必留言让我模拌一下 本来要介绍寒板未来的开发计划 但看到台版官网跟FB又更新了 那就先稍微吐槽一下 台版FB沉寂了一阵子后 3月30号小编又突然醒了过来 开始信心喊话 把上市3月17的内容删除 重新编写 并增加部分细节后释出 总之老样子 一大堆文字里面 只有部分项目有在后面写 预计3.0版本时装 想在4月6号更新后转职的朋友 眼睛要增大点了 关于该项更新 并还没有写时装时间 一切等更新后再说吧 不要到时候又跑去FB 骂空气是没有用的 而如果你当初是被只玩10分钟 或者几天就3game的骗点阅YouTuber 推坑去练所谓的推荐职业 建议趁这机会转职成弓箭手 但是真的会舒服很多 而看到这次的技能 跟竞技场的完整说明内容后 就如同我先前猜测的 是从韩版3.5跟心中提取过来的 也可以证实 这次的调整改动 跟台湾玩家的意见 没半点关系 依旧是走在韩版界定的道路上 再外加一点 台湾味 还有其他我觉得很微妙的 例如高级技能 在FB3月31这篇有提到 将加入全新高级技能 但在所谓的未来该发规划 并未提及具体的细节 跟时装时间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也只有观落音才知道了 而影片中 有截图FB留言内容 但内容却跟玩家建议 没太多关联性 感觉就像是胡乱简易先留言贴上去 是当作没人会认真看吗? 我猜这片段可能是台版自己剪辑后是上去的 毕竟原厂真的要看留言建议的话 应该是不需要登录台版FB全线账号 或将使用界面特意改成中文吧 在台版代理跟玩家互动极差 闪躲技能点满的经营方式 唯一沟通桥梁的FB也只剩下发文功能 台湾玩家真正的心声 到底有多少传达到原厂呢? 接着聊聊韩版今年度的更新计划 新战场看说明 有点像是两方的怪物攻防战 一方击败一定数量后 会出现战场王 打败后可得到进入新副本的入场券 新副本总共会有4成 可获取较多的经验跟金币 但没明确表示是单人或是多人副本 而预计7月开始陆续新增更多地图 依据目前释出的概念图 这次来到雪地场景 也许会有对应的debuff产生 强化系统目前先针对T5制作系列的视频 可追加到加10 除了燃烧你更多钞票 会再增加额外能力 生活内容调整 让日常的生活内容 也可以增加额外经验值 增加玩家除了打怪以外的游戏体验跟乐趣 并强化采集、钓鱼、制作等相关生活技能 在提升后可提高制作率 或者素材获取数量 也相对可提高区域战的胜率 6月份预计会开放新职业 目前暂无公开情报 但在原作小说中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死灵法师 而转职系统预计下半年释放 每种职业有两种进阶技能可选择 下半年更新内容中有个禁忌的迷宫副本 也许是跟转职素材有关系 以上为韩版未来的更新计划 但因为内容都还未完整公布 还是要等正式公布为主 至于台版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就是未知数了 能再持续少到没盈利的话 就是最后一波榨干再联络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